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家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的BU Boston University 波斯頓大學 它的新冠病毒研究人員 發表了研究 說呢 一個結合了武漢病毒株 還有Omicron變異株BA.1之後 那麼這個新的病毒 它的致死率是高達80% 而且是在實驗室的老鼠身上 做過了測試的 那麼英國每日郵報就說 就算人們擔心類似實驗 可能引發全球的新冠疫情 但是這些實驗 還在持續進行 結果以色列政府的一個專家 叫夏皮拉 他就痛批 他說這根本就在玩火啊 應該要趕快完全禁止才對呀 不過波斯頓大學 這個校方 倒是也做了回應 還強調每日郵報這個報導 是虛假不準確的 而且還說他們發現的 這個變異株危險性是比較低的啦 但是這一件事情 還是引起了高度的關注 來亮哥 這個如果是真的當然非常可怕 很可怕對不對 對啊你怎麼會用原始病毒 跟最新的病毒來做 結合了一個這個兩種的病毒 那這個不是在搞細菌戰了嗎 不知道在幹什麼對不對 一般沒有人 沒有人這樣研究的吧 給人家感覺就是 你如果要綜合出這個世界上最毒的病毒 那你是在幹嘛啦 研究的目的何在 是對不對 通常研究這個都是已經有受害者嘛 不管是動物或者是人嘛 然後你在研究那個原因嘛 對 通常都是這樣啊 怎麼可能去搞病毒核成呢 這不可思議啊 是啊 而且說真的 這是兩個結合在一塊兒 這個我請教一下這個蔡正元委員 你知道一個是高傳染率 一個是高致死率 然後兩個又加在一起 這不是讓人覺得很驚悚嗎 所以也難怪會有以色列的政府專家 跳出來說 應該要完全禁止啊 否則的話 怎麼能夠讓他繼續玩火呢 這個新聞 就像亮哥講的 如果是真的 叫做不打自招 什麼叫不打自招呢 美國人不是一直在追溯 到底是病毒的起源在哪裡嗎 還跑到中國武漢的一個實驗室 病毒實驗室 去查是不是他們洩漏出來了 就發現這個實驗室 根本沒有做過 也沒有能力做病毒這方面的處理 那現在呢 跑出來波斯頓大學 波斯頓大學在美國 當然算是一個不錯的學校 但是也沒到頂尖 他都能夠做出這種病毒的 請問其他能夠做的病毒的實驗室 不是多如牛毛 不管是政府的 軍方的各大學的 波斯頓大學在什麼地方 他就在波士頓的 Charles River 波斯頓的中間經過一個 叫做查爾斯河 查爾斯河 查爾斯河波斯頓大學在南岸 他的北岸 查爾斯河不寬喔 比我們淡水有宰多的喔 大概是基隆河 搞不好還沒有基隆河的寬 對面就有兩所大學 他的右邊叫馬省理工學院 他的左邊叫哈佛大學 那你想想看 那波斯頓大學都做得出來的 那哈佛大學 馬省理工學院不更厲害 那這兩個都做得出來的話 請問前一段時間 關掉的美國軍方的實驗室 那個什麼寶 名字很長 那個什麼寶 不是更可怕 德克里克寶 德克里克寶 謝謝亮哥 太久了忘了他名字了 那美國軍方 美國政府都否認 是啊否認 那現在不是等於告訴說 就是你美國這個本事啊 這個搞不好是你美國搞出來的啊 那所有的指控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 兩件事情要去追 第一個就是說 不能夠這麼簡單的 校方回答了 這校方回答沒有第三方的驗證 因為每日進報報這個新聞 你不能把它當作 道聽途說的新聞 以色列專家跳出來 這個憤怒的指控 你也不能說你弄錯了 你要有一個 鐵證如山的一個查證報告 確定 這個不是玩火 也確定 這個是一個很平常的研究 也確定 武漢 荷炎這些技術 這技術是你們原創的 不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那如果是你們從別的地方引來 那個地方都有問題啦 換句話說 現在如果這個問題不釐清的話 美國到處都是可疑的 涉嫌製造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的 原始工廠 是 這是很可怕啦 所以是不是也許包括像CDC 或者是美國的拜登政府 也應該要有所回應 或甚至是表態關注 沒有錯 而且他一定是拿聯邦經費 因為一個學校裡面會 名字叫做National 一定是拿聯邦經費創設的 因為波士頓大學 不可能自己有錢 而且你就搞這麼大的實驗室 是 所以應該這個還是要讓大家能夠有 更多的答案要釐清 不是只有邵方這樣說而已 這個是剛才我們來賓的觀點 不過話說回來現在呢 這個美國這個拜登政府現在呢 對於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呢 很頭痛那你也可以說很感冒 那我請教一下亮哥 因為現在呢 你說美國有一個72歲的公民 他叫阿瑪迪在這邊 那他過去曾經因為在美國的境內 批評過沙烏地阿拉伯政府 結果去年11月到沙烏地阿拉伯經商的時候 他被拘留了 結果最近傳出來說他被判了16年 但是呢 現在他的家人就痛批說 拜登政府好像對他是不聞不問 太消極的處理了 難道是為了石油出賣人民嗎 結果在這個時候你看到的是 那拜登政府他能夠做什麼呢 那他對於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 難道真的都沒轍嗎 那麼沙烏國不甩 那現在連一個保護美國公民的能力 難道都沒有了嗎亮哥 我們不確定這個人在沙烏地阿拉伯 做了什麼事了 他說在美國境內 他是在美國罵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他去阿拉伯嘛 他去了之後在境內做了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因為所謂的往沙烏國經商招拘留 這是他兒子講的 他兒子告訴CNN嘛 那CNN就把他 CNN就照這個方式寫 刊登出來 對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出示的證據 不過顯然他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政治事件 就是說他們在境內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接觸了沙烏地阿拉伯不喜歡的反對分子 或者是做了哪些其他的政治活動 因為你看他的回答 什麼挑戰這個國家或王國存在的人 這個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當中另外一位王子 不是王廚啊是叫沙蘭王子他發了個推特 對那就是說到底他們為什麼會認為這樣是 一個大的威脅 因為判到16年不親 不親 因為以前你記得那個北韓的例子你記得吧 不是有一個美國人去北韓 結果把人家海豹撕下來 最後要回去保存 結果就被北韓拘留 後來不是死掉了嗎 被這個很大的事件 所以還是要先確認他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做了什麼事 不過我們常常在講 美國常常會有所謂的長臂管轄對不對 蔡委員長臂管轄長臂管轄 但是現在這件事情讓我們在看到的是 美國的拜登政府被這個阿瑪迪 也就是這個沙特裔美國籍的這位公民給質疑了 說你根本什麼長臂管轄 你現在是鞭長莫及了嗎 連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美國公民 你都保護不了 你都救不出來了嗎 他被判刑的時候 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館 沒有派人到現場 是 那不聞不問嗎 應該說這個案子相當的特殊 這個國際媒體上有登記上的照片出來了 那是兩天前才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兩天前才被判16年 那這個長臂管轄權是存在的 不過長臂管轄權 現在不是美國的長臂管轄權 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長臂管轄權 他被指控就是說 在美國的這個社交媒體上很多場合 不斷的批評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那他這個人是有雙重身份的 他現在既有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籍 也有美國的國籍 所以如果是在沙烏地阿拉伯被審判 至於沙烏地阿拉伯公民的身份被審判的話 那當然你說美國領事館要去管的話 沙烏地阿拉伯是可以拒絕的 是 那就看他當時路徑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身份路徑 還是用美國公民的身份路徑 那他是一個退休人員 他就是平常就是會對沙烏地阿拉伯 採取比較比美國政府還要激烈的方式 在批評美國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是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可能是把他當作沙烏地阿拉伯 自己的人來處罰 因為他還擁有沙烏地阿拉伯的護照 那為什麼會 美國會允許人家擁有雙重護照 但是跟台灣很多人擁有美國國籍雙重護照 情形是一樣的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對於一向的批評王室的 都採取很嚴酷的一個處分的方式 所以他回到根據這個英文的報導裡面 他是說他回到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純粹只是訪親 探親 就被抓起來了 沒有錯 如果你這個美國是政府要認定 他是美國公民的話 你是可以出大力想辦法來援救的 至少可以兩國政府坐下來談談 對對對 但是以目前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對美國感冒的狀況大概坐下來談的機會也不太大 至於他們的家人說 因為拜登政府看重了沙特的石油 所以沒有特別的施壓或者出面 這個可能也未必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上次沙特王室不是有一些特務機關殺掉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沙特的護照的一個什麼記者有沒有 那件事情鬧得很大 就是那個哈少吉嘛 對 我真的有抱的記者 對 因為這個阿拉伯名字我對我來講記起來很辛苦 不太容易記得住 那現在就是說連那個案子的拜登都自己處理的 讓沙特反擊反應的太激烈了 現在還無法收拾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要採取太硬的態度的話 可能還有待觀察 那最近沙特說是要對 美國要對沙特採取一些特殊的行為 國際輿論上或者國際新聞界一直在揣測說 到底拜登能拿MBS有什麼辦法 因為MBS這個時候減產嘛 你不管那個減產量都有多大的影響 但總是打了美國一個耳光嘛 那美國要制裁他不賣軍火呢 還是撤出這個軍隊呢 那甚至有人彩測說 美國可能會採取某種程度的暗殺手段 對付MBS 因為沙特王室的王子實在太多了 一個MBS被除掉的話 隨時有人可以記認 並不影響到沙特王室政權的穩定性 那如果玩到這個地方的話 那MBS一定會採取更激烈的反抗的行動 不過MBS 就是要逃得過這個美國的暗殺行動 這個可能也要花一番功夫 因為委內瑞拉的總統逃過美國的暗殺 那是有點的 用我們俗話叫做有點狗屎運 真的有點狗屎運逃得過了 不是完全靠自己的本事 所以MBS現在要特別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 不過事實上沙烏地阿拉伯 最近真的是對美國很多都不甩 我們要講如果是呼巴掌 這個打臉拜登的話 那大概也已經打臉三次了吧 第一次就是拜登希望你能不能夠增產 但是他不增產不配合 反而甚至是執意要減產 這就是第一次打了拜登的臉 那後來第二次呢 我們看到他不是說他要加入金磚五國嗎 結果現在這是不是打第二次 再來這個我們剛剛所討論的這件事情 沙烏地阿拉伯根本就不甩美國啊 那所以這是不是又再一次的第三次打臉了呢 那最近就是因為美國就說要考慮 要怎麼樣去調整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 那結果呢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沙蘭王子 他發推特就說我們才不怕呢 因為任何的挑戰這個國家跟這個王國的存在的人 我們所有人我們是什麼 盛戰和殉道的產物啊 他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一點 我一點也不怕你美國囉 那現在呢那拜登他怎麼辦 他現在就要想辦法自己來解決囉 那亮哥19號預計週三嘛 宣布對市場釋出1500萬桶的戰略除油 那麼呢現在當然CNN也有報導啦 就說拜登從2021年1月上任後 戰略石油儲備下降36%了 那現在是1984年6月以來的最低點 所以你一算38年來的最低 那麼白宮這邊呢他CNN也有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到時候呢這個拜登宣布 將會是在一桶六七到七十二美元的時候 回購戰備除油 可是這一招會有效嗎 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什麼 就是在期中選舉之前油價的問題 請教亮哥 因為那個蘇地阿拉伯他們通過決議 每日減產200萬桶 並不是一下子就達標啦 所以大概一開始我聽說是一天95萬桶 減產啦 那1500萬桶就足以撐十幾天了 因為他只是要撐到11月8號我講白了啦 拜登11月8號之後就不管你了 管你帳不帳對不對 選錢都要先穩住 對 他是要穩住那個價格 以免又繼續往上帳 對 因為他是11月就要開始實施的嘛 沙烏地阿拉伯到時候這些產油國 他們11月1號開始動了的話 油價就會上去啦 他撐個8天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而且最近油價有點在下跌 因為越來越多產油國對經濟不看好 所以各國也在減少買油的訂單 所以他事實上價格是在下跌 好像已經跌破90了吧 還有那個剛剛阿拉伯那件事 我給你補充一個訊息 他是去年11月入境利亞德就被拘留 所以已經11個月了 那拖了這麼久了 對 那11個月之後 近日傳出判決判了16年 那美國在這過程做了什麼努力 所以他兒子在抱怨 對 所以我坦白講我是覺得 我覺得看起來 澳地阿拉伯是鐵的心了啦 因為他不只要參加金磚 他也說他要參加上核組織 是 那是之前嘛 對 所以他就擺明了 他覺得中國可能可以給他更多幫助 比如說他是最大的買油國 26%的訂單 然後也可以賣給他武器 所以如果為了軍事安全 那當然防暗殺大概沒辦法 還有基建啊 因為他那個沙漠高鐵是中國協建的嘛 然後現在鴻海未來城 中國 華為已經拿到了那個儲能的標案了 那還有進一步其他的標案 那個總金額是5000億美元 所以我覺得你 因為MPS是有雄心壯志要改造 沙地阿拉伯的經濟嘛 他知道這個石化人員 大概撐不到30年吧 那誰能夠幫他最多 看起來是中國比美國要大得多了 美國總統拜登他在記者會上 怎麼又讓大家嚇一跳了呢 那時候宣布學代詐騙舉報的一個網站資料 結果怎麼會照著讀稿機念稿 好喔 也能夠唸錯 唸得讓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來 我們來聽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電話 請問我們去報告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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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FTC.GOV 我的訊息是 尋找美國人的訊息是 不要這樣 我們會保持你負責 好 大家有聽懂嗎 敬平 我們剛剛看到拜登這樣的記者會 說真的啦 下面的人他的幕僚一定是又捏一把冷汗 我都在想第一夫人會不會又要生氣了 吉爾拜登可能又會不高興 因為拜登的高齡 能不能再競選下一任 大家最近才關心 然後還有哈烏克拉的退化 他在這個選舉大選的過程當中 一直被對手和不少媒體嘲笑 是不是他有私自的那種狀況 那你看他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他其實是10月17號的一個 美國學貸 他們因為有一個這個 12.5萬美金學貸的這個狀況 然後他就是為了這些有學貸的學子 他如果說碰到詐騙的話 你要去網站上做一個確認 所以要report fraud 對 那report fraud 你就大概講一下這個網址的名稱 你自己現在大家都有搜尋引擎 美國你不是有google 你去google看一下 把這個report fraud 就打進去就好了嘛 或者是你真的是總統在講話 總統你可以想說字幕就是這樣 很多節目不是這樣嗎 然後就字幕就打上去了 結果他不是他就 他頓了一下他頭稍微看一下前方 感覺好像在看那個字幕機 他很認真在讀稿 對他結果他把它唸出來之後 然後把那個標點都唸出來 你不要點符號 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我看了覺得不知道怎麼講 可能他很仔細又很小心 那一次就把他這個唸出來 但是也讓人家覺得說對拜登 因為現在面臨其中選舉 只剩下一個月不到了 是啊 他現在這樣的狀況OK嗎 還能夠浮選嗎 是啊 真的 這個委員 所以真的很辛苦 拜登連讀稿機都唸成這樣 應該也倒過來講 怎麼美國總統要去管道這個事情 不是隨便一般的官員 出來講就好 表示他為了競選 為了要親民 要拉票 所以會把DOT唸成DOT 拼音都把它唸出來了 這當然會成為美國的一種嘲笑 嘲諷的一個對手 要嘲諷你很好的材料 但是他的確也是年紀大了 基本上我不太贊成 年紀這麼大了 要負擔那麼重的工作 連這種東西都要跑出來做記者會 快80歲 對 快80歲了 因為如果你像這個虛位元首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英國以前的女皇有沒有 她90歲100歲 就是有那個聲望在那一邊 不管是 大家就不會擔心說 會不會她健康不好 造成國家事情的問題對不對 那可是拜登80歲了 也不是說80歲一定身體不好 但明顯他要每天工作時間那麼久 工作的事務那麼煩 一下烏克蘭 一下俄羅斯 一下中國 一下子要學代 一下通貨膨脹 年輕人 那種五六十歲的 六七十歲的負擔起來 都很重的一個工作 他一個人統包 但是美國總統是一個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現在要拼這個選舉 大家就說你真的要想辦法了 因為你民主黨可能再次要面臨 兩黨參議院席次各辦的局面 到時候選的會不會很難看 這問題很大 第一個如果眾議員已經被論人說 應該輸掉了 然後參議員再一個人一半的話 那你這總統還能幹嘛 連其實什麼事都不能幹 那共和黨為了贏得2024的總統選舉 一定從現在開始給你拐子吃 給你火鍋吃 從頭到尾拐到底 就讓那個 競平很會打籃球知道 出二招了多的把戲 那時候美國就陷入一段 亂七八糟混亂 一直亂到202411月 新的總統選上為止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走到這個地步 這個選舉制度 選選舉能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已經真的是要監討了 所以他現在要出什麼 出什麼牌 墮胎牌 墮胎牌 來你看拜登承諾 明年送交國會 第一件法案就是立法保障 婦女的墮胎權 亮哥我請問您 墮胎牌這一招來對付共和黨 搶拉婦女票有沒有用 但是現在有人就說 不好啊 因為什麼 因為現在美國人更關心的是 經濟的問題 通膨的問題 9月核心CPI打6.6% 創40年的新高了 4成6的受訪者 還相信共和黨 反而是更有能力 處理經濟問題的 就是因為是民主黨執政 所以現在的經濟 每況愈下 不如就交給共和黨好了 所以票投共和黨 您的看法呢 我覺得他的timing抓錯了 這個應該是 大法官釋憲之後 他就立刻發起 這個全國的運動 那個時候民主黨並沒有立刻 去組織各地的運動 那也沒有比如說 你就立刻提出你的法案 因為那個時候民主黨還是多數 你選王搞不好不是多數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看到選情不好 想要用這個來綁票 所以你要投給我才會過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對嘛 可是很少人這樣玩政治的 因為現在的議題的主線 已經跑到通膨來了 跑到經濟 所以現在所有的選民都在關心經濟 然後你要去炒冷飯 因為大法官釋憲那個很久了 好幾個月了 對 那你之前都沒有說 假設有一個法案 比如說你提到眾議院 然後僵住了 或者說參議院那個共和黨 印在那邊卡 那人家才會充滿憤怒 那至少要有那個過程 可是並沒有 所以這張牌可能出得太慢了 已經不是那個最佳時機點了 Timing過了 那表示他經濟真的沒招了 不能不會這樣玩政治 是的確 所以現在看起來 趕快搶公婦女票 搶一票算一票 有點這樣的味道 對 尤其是比較弱勢的 像西班牙裔的跟黑人 是 坦白講 本來現在算是這種少數族裔 也比較會傾向是投給 對 可是問題是 西班牙裔跟黑人 他們也是中下階層 經濟比較弱勢 所以也是通膨最大的受害者 對 受害者 就是這樣 是啊 好 但現在這弱 美國的弱到底弱在哪裡 你說弱在經濟嗎 另外一方面有美國的智庫 卻告訴美國的媒體說 現在美國是弱在他們的什麼 軍隊的實力 這個請教一下蔡委員 你看華爾街日報 他們引用的是這個智庫 傳統基金會的資料 這個基金會的資料 是最新的2023年美國軍事實力指數 結果它裡面說 美國的海軍空軍的戰力 根本就比外界想的還要弱 軍事實力是虛弱等級 蛤 所以呢 它這個華爾街日報的標題 就是直接是叫做 Military growing weakness 所以就是weak這個字 傳統基金會對美軍的評價 有虛弱weak 然後又說 美軍甚至可能連一場重大區域衝突 都應付不來 海軍是弱 空軍是非常弱 所以通通都是弱 好 那陸軍呢 陸軍戰力下滑 不但重要性被海軍空軍筆下 甚至招募不足 2022的會計年度 根本還不足近2萬人 所以陸海空三軍 通通都有問題 傳統基金會出這個報告 我不曉得怎麼評論它 因為這個基金會 本來就相當的右派 它是不是發表這個報告以後 軍火商的捐款 就會突然間增加很多 也不無可能 因為你說美國的軍力弱 可是美國的軍費 現在是全世界最多的 佔他們美國的GDP 已經高達3.5% 它雖然不是像俄羅斯 有4.5% 問題俄羅斯那4.5% 比它3.5%小很多 因為GDP的base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美國是一個軍費全世界最高的 然後這個火力的指數 在各種指標裡面 也被評為是最高的 那它這個可能是相較來講說 看起來沒有到達理想的標準 比如說我們的艦艇太少了 我們的這個少那裡少那裡少 可是你最起碼 你美國有一個東西 是別人沒辦法挑戰的 你有6000顆核主器 這個全世界沒有人跟你比 對不對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什麼 東風快遞很厲害很準 高超音速 如果裝的是常規彈藥 又有什麼用 有什麼威脅力 就像俄羅斯一樣 裝常規彈藥 發射到烏克蘭100多顆導彈 就打死19個人 要搞什麼名堂 成本太高了吧 那你這個中國大陸的核子武器 在多少 有人說300 有人說500 但是沒有人說有超過500 那如果美國用核威射 你中國大陸說 你等於是舉手怎麼樣 喊停 不敢打下去了 所以從這個核主器來講的話 從軍費來講 從這個各種配備來講 即使說美國海軍艦隊的 現在的這個艦艇數 比中國大陸來的少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點 它的總盾隊數還是比較大 我們盾隊數它還是比較大 當然美國有一個傳統 就是從英國海軍 或者英國以前在二次大戰以前 留下來的紀錄 就是我的飛機 我的艦艇 我的軍火力的指數 一定要對手的兩倍以上 我才有壓倒性的一個把握 我才打這個仗 所以美國如果到現在 還想去維持說 我是中國大陸加俄羅斯 加起來的兩倍 那是太多了一點 這有點困難 如果這個講法的話 它是弱了 但如果不是這個講法的話 基本上美國本土是沒有人能夠侵略你 也沒有人能夠打敗你 也不可能是飛軍到美國本土 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俄羅斯也沒有辦法 那在這種沒有辦法情形底下 唯一的就是說你會覺得弱說 我現在打中國大陸我打不下來 我會打俄羅斯我打不下來 唯一是這樣子而已 是 所以你用這個東西要形容為很弱 這可能是距離它的主觀標準是弱了 但是客觀的比較來講 它現在還是世界最強的 好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剛剛其實這個 委員有提到說 出了一個這樣的報告 背後是否也可能涉及到 有軍火商的利益呢 就是因為弱或者是非常弱 所以就要趕快增強 增強它的實力 那當然就是要什麼 要補彈藥 沒有我補充一下 它裡面的借力的精華是什麼 說要把現在3點多%的這種 軍費的GDP要提高到5% 我老天啊 這是什麼個花錢法 對 就是軍費要提高 在GDP的比重 軍火商的收入就至少加了一倍了 對 3%增加到5% 或甚至到6% 就是這個報告當中 是不是就是最精華的關鍵字呢 然後競平 那我們也看到 現在動不動就說 中國有帶來威脅 俄國有帶來威脅 所以北美航太防衛司令部 又發聲明說 有兩架俄羅斯的 土九五熊式轟炸機 在週一接近美國的阿拉斯加 飛入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美國的空軍就趕快出動了 兩架F-16攔截 但問題是並沒有進入到領空 可是又要一直強調的就是 他們的戰機 帶來了好大的威脅 所以是不是這後面隱含的關鍵字 也是要增加軍費 或者是要增加他們的軍火 那另外一頭你看到路透就分析 說日本打算這五年間展開二戰結束來 最大規模的建軍 嚇阻北京在東亞起戰 所以為了要對抗中國 所以日本現在要展開最大規模的建軍了 那豈不是又在幫助美國的軍火商 來增加日本的實力呢 怎麼好像聽來聽去都是同一個關鍵局 第一個那個土九五熊式轟炸機 它是屬於長城的戰略轟炸機 所以它的航程就算是飛到美國阿拉斯加 它沒有進入領空 但是因為掠過了它的防空識別區 在飛航情報區之間 還有它的防空識別區 所以會讓美國緊張 所以它就出動了兩架F-16的戰鬥機 去對它做一個驅離 它也不敢怎麼樣 可是土九五的熊式長城戰略轟炸 它是可以攜帶核彈頭的炸彈跟飛彈 還有巡弋飛彈 確實是會讓老美緊張 因為剛好現在俄烏戰士這個狀況 芳心慰愛 那土九五從阿拉斯加 這個白海北極圈那邊略過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會讓美國想要知道 我覺得這是俄羅斯的例行動作 但美國做這個 其實也是不想讓俄羅斯 就是太囂張 跑到我家門口來 然後後院繞一下 然後我就不理你這樣子 然後會讓俄國覺得說 好像騎在美國頭上 這是美國的反應 稀色式反應 那至於日本的這個強軍 我覺得就是延續這幾年來 一貫的連日至中 連台抗中 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對台灣而言 就不斷的賣軍火 對日本來說 那就是跟你可以開始發 除了核武之外的一些 高能量的一些技術 和這個軍備 都可以跟你開始做一個研發 日本也很聰明 比如說他拿到了這個 美國的技術之後 他自己也開始研發 他自己也要部署以及量產他的124的這個艦隊 就是陸基型的反艦飛彈 那就是部署在他西南的豬島 包括沖繩 包括我們之前講的宇納國 還有這個石原島這些 都是為了反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這個海軍的艦艇 和他的艦隊 然後還有包括跟挪威的這個公司 一起研發 他的一個這個地對地 空對地的飛彈 以及取得美國在這個MAS AMS 這個在給烏克蘭的這些 他最先進的國家先進防禦系統的這個飛彈 也都給日本 然後跟日本這個做一個技術的轉移 然後日本也要跟落馬公司合作 這些你都看得出來 落馬公司也是美國的 對啊 軍火山就像剛剛蔡正元委員講的 軍火山在美國賺大錢 那不只這樣 在日本也發大財 因為貨出去啊 然後人也出去啊 然後也幫助他 然後也把那個日本的 日本的這個國防預算 他翻倍到10兆日元 是新台幣2.14兆元 然後所以這五年內 再加上我剛剛漏了講 2030年 他還要跟英國合作 研發最新型的逆中戰機 風暴型的戰機 所以日本的這個軍事力量 和他的裝備 和那個把他整個up rate 把他抬升之後 那接下來他不就是用 用這些力量來反制中國 好 不過說實在的 現在呢我們看亮哥 現在呢包括這個美國啦 英國啦 澳洲啦等等 這些國家呢 邀請導播幫我們看下一張 他們都在幫忙在協助訓練 中國大陸的飛行員 結果現在這些國家都在緊張了 華郵特別還有報導 他們這些數十位將軍 在內的500多位美國退役軍人 在為外國政府從事高報酬的工作 多半都是指侵犯人權 政治壓榨的國家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 那你說還有誰呢 英國的媒體不就有報導了嗎 說他們有這個英國的飛行員 去協助訓練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長期在招募 澳洲 澳洲也是啊 所以現在透露了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不可能是訓練解放軍啦 這個我覺得 因為使用的那個軍品都不一樣 你學美歸的有什麼用 你回去還是不會開 中國自己的戰鬥機啦 所以這個有點扯啦 這個新聞坦白說 登的重要的媒體幾乎沒有啦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 是訓練一般飛行員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飛行學校 比如說我們長榮也送到烏拉圭去學啊 因為你國內的那個飛行學校不夠 訓練不了 事實上現在微軟已經發展出那個飛行軟體 那你去想一想中國C919 它第一年大概就有800多架的訂單 當然就是要訓練大量的飛行員 可是我認為是民用的啦 不可能是軍用的啦 因為軍用的 你那個基本的武器都不一樣 你怎麼訓練 比如說你學英國的武器能幹嘛 你學F-16你看連烏克蘭的飛行員 都要重新訓練 他們本來是飛敏格的嘛 那結果現在到北約要飛F-16 他們也訓練了將近半年 到現在還不能用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啦 因為一個飛行員一定要飛自己國家的基本的規格 然後受訓至少要半年以上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啦 是 不過事實上呢不僅僅是華郵有這個調查的報導 那其實我自己也有看到是英國的BBC 其實也有相關的報導 那個不一樣 華郵那個報導是說挖腳 挖美國的軍官到外國去上班 這個當然有可能啊 我現在是在講飛行員 飛行員我認為不可能啦 可是挖腳當然有可能啦 因為有各種機構嘛 是 那美國大家總要生活嘛 那可是這個是華郵自己的調查 那美國國會沒有人敢質詢啦 你要得罪軍方嗎 你要堵人家的後路嗎 對不對 是 人家提早退休 或者是退休之後也想要就業啊 美國退休的這個軍官 退休的軍官 然後呢 他們是去訓練誰 訓練這個外國的這個政府 他們需要的人員 那麼另外一方面還有英國 那英國的國防部就說 好你們現在看到了 是中國長期招募退休的英國飛行員 除了協助訓練解放軍 那當然還領了高薪 那麼涉案的英國飛行員 可能根據官方保密法被起訴 而國安法也是另外一個起訴的途徑 澳洲的國防部長也下令要調查 是不是有退役的飛行員 受聘培訓中國軍隊的飛行員 甚至連紐西蘭國防軍已經確認 四位前現役人員正在為南非是非學院來工作 那當然呢看到就是下面我們看到這個學院 裡面有很多 包括有阿帕氣直升機啦 多架中國直升機都有獲得這個學院的認證等等 所以一方面你說這是民航的 或者還是軍用的呢 那麼格外的引起爭議在會員 解放軍如果有這麼做的話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就表示有待努力 理由很簡單 每一個軍隊都要知道你的對手怎麼打仗 像我們台灣有時候這個 空軍海軍陸軍都會比說 解放軍大概是怎麼打 我們要怎麼模擬 那如果解放軍從世界各地找了很多 這些五眼聯盟的軍隊裡面的退休的將領軍官 然後來教導解放軍說 西方軍隊怎麼打仗的 這理所當然啊 那解放軍才知道說怎麼跟西方軍隊來較量比賽 拳擊賽也要知道對手 棒球隊不是要知道對手怎麼打嗎 所以我是覺得有不必什麼訝異 那當然會惹起西方很緊張嘛 緊張啊 我的戰法如果讓解放軍很習慣的話 那我以後跟解放軍打的時候 就可能會落一下風 而且我們剛剛所談到 可是就很多的軍事人員來講 這個叫做軍事學問的交流 對不對 這個就像武術高手一樣 要互相比劃一下才知道 更上一層樓是什麼一個做法 所以如果解放軍已經這麼做了 那還是要加強 不能因此退縮 那如果這個還沒有做的話 那這個地方真的有待努力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校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 去想做 去想做 椰子 谢谢 感谢观看